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大家好 歡迎光臨我的廚房 今天我會做給大家一些牛腩 我是用慢煲做的牛腩 這塊牛腩非常之美 我去過肉桃 那邊問人幫我做一個三磅的牛腩 我忘記問他不太肥的牛腩 他又做得非常之美 沒什麼肥的 三磅的牛腩 這裏有些鹽和胡椒粉 這裏有些咖啡味的香料 是一個Youtube朋友台的香料公司 他叫做Tango Spice Company 在很多BBQ的食譜 咖啡是很普通的 那就是要些咖啡的香料 那這裏有半支的洋蔥BBQ醬 半支的蒜頭BBQ醬 那這裏有一個洋蔥 那我會用來放在下面 所以那些肉不會黏在晚煲裡 那我們現在可以開始了 那這個洋蔥呢 已經切片了 大一點也不怕的 因為晚煲煮的時候 就會在醬汁和肉汁裡溶 那我們現在可以繼續了 那跟著呢 在兩邊的肉那裏呢 就放些香料 就好 在這裏呢 就不再加香料 就好 就好 今天看起床 開始,我們不快 牛肉 這個牛肉準備了香料之後 其他東西可以放在慢煲中 首先要放入洋蔥 這是豐富的 鋪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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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放一塊牛肉在洋蔥上面 你看到我這個慢煲是比較大一點 整塊肉就放進去 然後倒入BBQ醬 片梅 Frog 片梅 片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牛肉 BBQ醬已經放在肉上 接著我會在瓶裡加少許水 然後全部的醬 就會放入肉中更多味 這個牛肉會放在慢煲中 低火8個小時 我們8個小時再回來 看看它怎樣 慢煲牛肉8個小時 再見到你了 這個牛腩放在慢煲中 大概9個小時 非常之軟 非常之難拿出來 為了整個影片 盡量拿出來 接著現在 會切片 然後做三文字 我們待會給你看 看看 這個牛腩非常之軟 原本想切片做三文字 但是非常之軟 改做做手拉的牛肉包 這個醬 就是這樣 剛才開始的洋蔥 就是融化 變成黏了 但是那些洋蔥味 就是在醬汁裡 非常之美味 我們現在會做些三文字 給你看看 這個慢煲牛肉已經做好了 我就用來做三文字 這個三磅的牛腩 做了非常之美味的三文字 今天就跟著沙拉 希望你會試一下這個食譜 下次再見